敏虹縣需要幫助的學生 大多是住在山區 所以志工新年的第一天 就帶著物資和後衣以一敗法 尤其要跋涉海拔一千多米高 溫度是越來越低 一進門就先把溫暖帶來 有嗎 謝謝師姑啊 有 志工送來了米和油 要讓大家都能夠風衣十足 歡喜過年 大米的話也是我們專門去訂做的 所以這個是2019年寒冬送的物資 這是我們今天打造的 坐在輪椅上的陳宇是大學生 因病而被迫在家學習 志工定期的探訪讓他不失智 這次貼心送來的新衣 更是合身又好看 我們自己上街都 外街都不會這麼好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新衣服 很好很好 這樣都很好 買的話我們還不一定買這麼好 很生的呢 調了也沒有時間去買 和慈濟人一同送暖的老師們 更是緊緊握著他的手 為他加油打氣 如果你自己家裡有個寶寶 然後看他手腳那麼冰暖 然後摸著他的手 很像摸我的兒子的手一樣 特別有感觸 彼此都能夠感受到愛的溫度 走出大山的孩子們 心也必定會是暖呼呼 帶來新聞真善美志工 福建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